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煮素食 今天要教大家的素食就是素食糖醋 那麼材料有這個 青椒也叫代東阿 還有鳳梨 鳳梨切的大小 可以切成這個大小 那還有素肉塊 素肉塊 那這個綠色的花椰菜呢 是最後煮好的時候可以放在旁邊 當個裝飾樣子 那現在呢我們就先來看 這個青椒代東阿 要怎麼切 記住在切這個青椒或者是這個鳳梨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切得太大 大小不要太大 適中就可以 先這樣子切 那每一顆 那量呢 量的部分就依照看 你是兩個人吃 或是三個人吃 那量就自己去 去做個斟酌 那之後如果煮好的時候如果大家喜歡請大家幫忙分享 然後我們煮好的 去做個斟酌 然後我們把我煮好的 好 好那我們就先開始煮囉 先煮的部分呢 是蘇肉塊 蘇肉塊先下去煮 那一樣 鹹度 糖度 都依照個人的 只要去加,那因為我們是教大家素食 那所以呢,在鹽巴或者是糖,就不要太多米 這樣子也會傷害身體 先煮素肉塊 好,那個素肉塊煮一小段時間 讓它有香味出來的時候呢 接下來就是把鳳梨給加下去 在此跟大家說明,就是說 也跟大家呼籲,現在是吃素食 好,現在再把這個青椒 或者是天椒,把它再加下去 現在呢,很多地方 不只是台灣,或者說一些亞洲國家 那麼在一些歐美國家 我們現在有很多商店在追訪素食 所以呢,也請大家 在這個,在這一個方面呢 或許對於有些人來講 吃素食可能會比較困難 但是,往後的局勢 往後的局勢 必定是以素食為主 好,加鹽 然後再加糖 記住喔,鹽跟糖或者醬油味道 依照個人的想法去增 依照個人的喜好去加 但是也不要因為說 喜歡重口味就加很多 這樣子其實也會傷了自己的身體 好 好,現在呢,加入這個番茄醬 把番茄醬加進去 因為 因為我 這個番茄醬必須要加多一點點 要加多一點點 那個醬汁那個味道才能出來 好,煮一小段時間之後呢 就放水 放水之後 好,那現在讓它燜一下 燜過,然後蓋鍋子蓋上 好,現在 現在我們把這個鍋子打開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把它放在盤子裡面 然後在燜,在炒的時候 剛才在 放在鍋子裡面燜的時候呢 大概就是兩到三分鐘 好,現在把它放在盤子裡面 那在煮這個糖醋的時候呢 這個花椰菜 那在旁邊也可以用熱水 讓它煮一下 讓它燙一下,讓它軟 現在讓它做個擺盤 好,這個呢 就是今天要教給大家素食的糖醋 那麼希望今天 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自己在家裡也可以試著去做喔 好,那麼今天教大家的素食 就教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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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